我覺得現代的學生被保護得太好了 那個危險啊 那個不要去碰 就是你真的就把那個危險的東西放在他手上 可是你教他怎麼樣去控制他 學生就會從裡面去學到負責任的態度吧 就是在一般體制學校的課程很難去學到的東西 我是趙維成 我是一個教育工作者 然後我的工作是跟學生一起工作 跟學生一起創作還有玩耍 我就帶學生去五金堂 然後我就帶他們去看 你看這個東西要怎麼樣變成一個 另外一個東西做成另外一個功能 或是就純粹找樂子啊 所以就做很多武器啊 比如說帶學生去做投石車啊 有是那種彈力的彈工 也做砲啊 比如說空氣砲 瓦斯砲啊 他們會得到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就是勞動 一直做東西努力的做 然後呢 要去顧很多東西 精準度啊 這個物理原理到底是什麼啦 然後要去算尺寸啊 等等之類的 可是做完之後他們就得到那個東西 好比遙控飛機就可以去玩啊 然後好比做武器 你就看它發射 看它爆炸 然後在空中炸出降落傘 然後落下來 終於成功了這樣子 我覺得那個帶來很大的成就感 但是手機沒辦法給人的一種玩耍 就是去勞動 放座 然後享受在裡面 我覺得這是我想要帶學生做的事情 我大學是讀工業設計 那我們就會做很多模型產品出來嘛 那些科學的基礎啊 其實是倒著學回來 是從始作那邊學回來 比如說電流啊 負載啊 是怎麼樣啊 然後接下來到學校上課的時候才學到 喔喔喔喔喔 電流 電壓 功率這樣子 我已經做過了 才來把這個理論學起來這樣 就是因為有在玩 所以你就不怕那些點子用完 把那些過去你想到要做的東西 然後偶爾拿出來翻一翻 然後就發現 欸 這個東西加上另外一個方式 也就可以做出來 什麼東西可以讓它就是一直動啊 然後學生可以去體驗這個機械的美感 啊 機械鐘 我想 欸 我們來做古老的科技好不好 我覺得工作真的使人成長啊 就不像讀書 讀書你就是 你不一定需要用到那麼多技能 可是工作的話你就要跟別人妥協啊 然後可能有些時候要讓別人啊 有些時候你要跟別人表達你的需求啊 看到不同學生 他們的學習的困境是怎麼樣 比如說逃避啊 掩蓋錯誤啊 因為是一起工作 不是不只是讀書而已 一起工作 所以那些東西都會跑出來 我會讓大家生活在一起 就是大家要一起 不只是做東西 也要一起做飯 然後睡在一起 然後休息的時間大家一起出去找樂子 可能去田邊餵魚啊 那個 你就看學生 欸 慢慢的成長還有改變 我覺得那也是一種很有回饋感的工作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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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